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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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注意到此次的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是持续了四个小时 双方既谈及了分歧和敏感的问题 也达成了多方的共识和成果 形成了面向未来的旧金山愿景 您如何评价此次会晤的重要意义 中美元首的面对面沟通交流 对两国关系和世界来说有意味着什么呢 中美关系在过去几年遭遇了很多的困难 但是现在我想这一次的元首会晤 它的象征意义很重大 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整个在疫情之后 世界经济 世界政治都处在这种动荡之中的这种情况之下 两国元首这个会晤 对于稳定两国之间的关系 以及稳定世界的局势 给世界未来的发展 这个创造更加稳定的预期 它显得尤为重要 这次专门提到了旧金山愿景 那么提到了五个资助 这五个资助特别明确地体现了中国 对于处理中美关系 使中美关系能够健康稳定 可持续发展 指明了很好的方向 这里面五个资助当中都在谈共同 我觉得共同这就体现了中国方面 对于如何处理中美之间相互尊重 找到这条道路不是我单方面的 而是双方共同协作来找到中美合作的道路 共同树立正确的认知 那么现在中美关系出现问题 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的认知出现了问题 只把中国当作竞争对手 但实际上国际关系哪有单一的竞争对手 既有合作又有竞争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 单纯的用战略竞争定义中美关系 这是美国犯的最大的错误 另外也强调了 共同找到有效的途径来管控分歧 共同推进互利合作 承担大国的责任推动人们交流 我觉得这几个方面既体现了习主席对中美关系的这种关切 在世界今天面对大变局的情况之下 世界都不知道往什么地方走的情况之下 找到一条稳定双边关系的正确道路 我觉得也指明了方向 所以本身这次习主席提出来的五个支柱背后的旧金山愿景 对于双边关系 对于未来世界和平发展都显得尤为重要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台独也是中美关系面临的最大挑战 从巴黎岛到旧金山 习近平主席在会晤时 都提及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而拜登总统也做出了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的承诺 您是如何看待两位领导人围绕台湾问题的沟通 这个台湾问题是中美两国之间关系的最重要的问题 台湾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是核心利益当中的核心 所以中国没有任何的回旋余地 那么中美关系最近几年出现了问题 主要是从美国上一届政府开始 实际上在对待台湾的问题上 是不断采取一种切相长的政策 经过这段时间 中美之间围绕台湾问题上是激烈的碰撞 那么使得双方重新意识到 台湾问题的稳定 涉及到中美关系的稳定 台湾问题对于中国来说 是核心利益当中的核心 所以中国没有任何的回旋余地 实际上从2021年的11月份中美两国元首视频会晤的时候 拜登就已经提出来不支持台独 那么拜登在此之后不断地再重复这样几条政策原则 也强调美国要一个中国的政策 两国元首之间的这次会晤 再一次提到了台湾问题 那么也显示双方都意识到台湾问题 对于两国关系稳定的重要性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一个基础 这个问题处理不好的话 远远要比经贸关系或者其他领域的关系 对中美关系的伤害更大 我想这次两国元首会晤 进一步地去谈论这样一个问题 对于双方的认知更加明确了 在旧金山的会晤中 两国元首同意推动和加强中美各领域的对话合作 而面对全球性问题和地区热点 在您看来 中美可以在哪些方面开展进一步的交流与合作 而旧金山愿景有望从哪里开始起步呢 中美两个国家在全球都是大国 这两个国家的GDP加起来 这个接近全球的40%多 那么两个国家的人口规模也是这样 如果看军费开支也这样 在其他领域几乎这两个国家在全球都是举足轻重的两个大国 那么这些年中美围绕这些一些不同的问题 那么有一些摩擦 有一些纷争 实际上我们看到今天全球面临着很多全球治理当中的次制 一定程度上和美国错误的对华政策 错误的对华认知是有关系的 使得两国不能够有小好合作 那么解决这些问题难度一下就上升了 中美两个国家都是全球性大国 我们对于解决今天的全球性问题负有重大的责任 那么双方现在如何去找到更好的合作点 合作领域 我想在全球治理领域解决全球共同关心的一些热点问题 包括全球性挑战 实际双方都是可以合作的 我特别注意到这次两国元首会晤的时候 专门提到了在AI的问题上双方要进行合作 这是新科技革命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代表 它所带来的不仅仅是生产力可能带来的巨大提升 同时新技术背后也有很大的伦理问题 如何去使用这个技术 如何让它使用这个技术 朝着我们希望的正确方向去发展 这些两国需要合作协调 同时我们也知道 现在去年全球都面临着整个的一年多的时间 不仅是全球暖化了 有人说不仅是worming甚至是boiling 全球都沸腾了 实际上需要大国进行合作 除了这些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一些问题之外 在传统安全领域现在实际上还有不少热点 这些热点问题的解决 如果中美两个国家有共识能够推动的话 我觉得解决这些热点问题都会找到很好的方法 当然了在这个进程过程当中 包括现在面临着逆全球化的冲击 以及一系列的经贸领域的摩擦 我想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大家能够坐下去 谈起来 找到共识 我们注意到中方始终强调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的相处之道 但是美方的一些人却始终试图以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 此次旧金山的会晤当中 中美强调要在共同利益的领域开展合作 负责任的去管控双边关系当中的竞争因素 您是如何看待负责任管控竞争因素的重要性 我觉得中美两个国家都是大国 这么大体量的国家之间有矛盾都很正常 那么最关键的就是如何去看待这些冲突 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 那么美国这么多年实际上自以为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办法 把中美关系由原来的伙伴定义成战略竞争关系 是全方位全领域的对华的唯独打压遏制 美国所采取的错误政策实际上影响到了中美关系 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 那么中美两个国家意识到这种管控风险 管控分歧的这种重要性 我们一直在强调竞争很正常 我们也不怕竞争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全球的竞争力 我主要指的是企业的这些竞争力 就是在全球的竞争当中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 我们不仅是不惧怕竞争 一定程度上我们也欢迎去竞争 但这个竞争一定是良性的 一定是公平的 不能因为这种竞争使得两国关系 甚至把世界拖向落后倒退的方向 从总体来讲我觉得这次双方领导人都提到了 要管控分歧 避免冲突 双方领导人提出了这样一个大的方向 对于带动两个国家向正确的方向行进 这点本身很重要 只是双方做了一个政治的表态 下面如何去做 当然还需要不同的部门去采取不同的措施 一步一步的落实 那我们知道明年其实对于中美两国来说 是一个特殊的年份 明年是中美建交的45周年 那再能看来双方应该如何从旧金山再出发 去打造新愿景 进一步的去夯视中美关系的根基呢 中美两个国家自从建交以来 中间的关系有合作也有竞争 当然也看到双边关系有一些波折 但是有一条大的方向应该是比较明确的 像中美两国这样大体量的国家 只有双方的合作才符合世界的发展方向 中美两个国家找到合作的基础 推动了两国不断的加深合作 这点是我们过去历史上四十几年 给我们留下的重要的经验 当然今天中美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 面临着国际环境 包括技术领域 我们说百年大变局 这不仅仅是一个权力的转移 还包括技术领域的一定程度的创新 还有包括安全威胁的等等这些重大的变化 这一点的背后也就是习近平主席经常提到的 就是人类命共同体 它实际上意味着 必须各个国家要团结协作来解决这个问题 总结过去四十几年的经验 就是我们需要沉浸下来 去思考中美两国合作的基础在什么地方 一步一步探索这种基础 并且不断的夯实两国合作的这种根基 推动两国不断去发展 所以大的方向来讲 我觉得我也特别希望 这次两国元首的会晤 对于中美两个国家 在经历了波折之后 能够使双边关系重回正轨 当然这里面需要双方共同的努力 好的 非常感谢高飞院长给我们带来的专业解读 各位观众 本期中心社中国焦点面对面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众